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今天我们看一部有着独特魅力的 电影有多长时间你就有多少时间想离场的 国产科幻剧作《欲念游戏》 《欲念游戏》是郭涛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 他给自己的角色取名也是相当的敷衍 男主角就叫郭时 郭时在片中的口头禅是弱智 易如此片的气质 他这个角色一头乱长发还面瘫 把我是天才高智商 不擅长和人交际写在脸上 故事的设定是在十几年后 科学家郭时发明了一种裸眼VR 名字特别传统叫做画碟 这套画碟系统让他的公司估价3000亿 电影中形容他拳打马斯克脚踢乔布斯 还马上就要获得诺贝尔奖了 他的徒弟也很厉害 不仅是个程序员 还在偶像派道路搞艺人乐队 用高压电在空气中复制出四个自己的投影 这是否暗示了此徒弟是回应忍者的粉丝 所以自己学会了影分身和表莲华呢 好景不长 噩梦发生在郭老科学家身上 他的画碟在给他女儿适用的过程中 不慎让小孩从楼上掉下去摔死了 所以他就产生了画碟PTSD 症状是 你一给他听花儿乐队的画碟飞 他就嗷嗷乱叫 哦不是不是 他毅然的放弃了公司和妻子分居 身居简出 天天吃蔬菜沙腊配大馋面外卖 给宠物狗准备的也都是蔬菜沙腊 导演郭涛大概觉得天才等于弱智 而观众也约等于弱智吧 于是就在电影中安排了种种弱智的情节 比如汽车在高架桥上正开着 郭时一言不合 直接从副驾准备开门下车 不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放在眼里 然后呢 一个打扮十分妖艳的年轻女人 对郭时这种中年长发宅男疯狂放电 主动去他家洗澡 著名情感学家吕子乔曾说过 白给的不要大腻不到 哦耶 郭时知道老婆和兄弟在一起 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于是当他再次遇到那个妖艳女人的时候 两个人呢就谈到床上去了 就郭时出席吃顿饭的功夫 女人竟然被人杀了 尸体还在自己的后备箱中 于是郭时被全国通缉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和徒弟两个人开始边写程序边吃泡面 把996是福报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话得终于搞出来了 一点都不奇怪的是 玩高压店的徒弟是最后的反派 徒弟果然是火影忍者的粉丝 除了前面提到的技能 他还开发了雷切和瞬移 雷电法王杨永信看来也会佩服流泪 最终本片说好的悬疑终于来了 剧情强行反转 那段智障雷电大战竟然是假的 原来是郭时在接受治疗 一直就没有人死 是因为郭时换了PTSD之后 他的老婆梅婷 合伙人范伟 以及弟子江朝非常的困扰 想要帮他康复 于是他们找来了医生王迅 设了一个局 让他一步一步的走进去 在这个过程中摆脱心理问题 我是不知道郭时 是否真的有摆脱心理问题 反正闪电看完之后 觉得自己的心理都不好了 为啥治疗女儿意外 引发的心灵创伤 就得靠老婆兄弟背叛 睡年轻女孩和徒弟肉博来治愈呢 本片豆瓣评分3.1 好过0%的犯罪片 和2%的悬疑片 那后者就很不好理解了 到底是好于哪2%的悬疑片了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更难解释的是 片中的演员梅婷 范伟 王迅 张子峰等 明明大家都是演技派 电影怎么就不好看呢 这么黄金的演员阵容 放到郭涛手上 没想到几乎锁定了明年的金扫着 其实也能理解郭涛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忙慌的 拍出一部明显没有准备好的片子 想想当年让他扬名的电影 疯狂的石头 大家一起演戏的那几个人 现在全都在当导演 导演宁浩不用说 一直在拍片 疯狂的外星人又火了一波 徐正的各种炯系列票房可观 药神还顺便拿了个金马影帝 黄渤试水的一出好戏 豆瓣评分7.1 也是成绩亮眼 近几年好像谁都能当导演 于是郭涛也急了 拉了王炫一起拍了预念游戏 野心太大 能力跟不上是硬伤啊朋友 预念游戏套一个科幻的壳子 还想运用近两年很火的VR 拍高概念电影 最终过度自恋 鸡飞蛋打 失败至极 恳请各位跨界导演和演员 没有金刚钻咱就别懒慈悸活好吗 本片真的很烂 大家就看看闪电这个解说就可以了 就别去电影院浪费钱了 最后请记得关注闪电看剧 我们一起追剧看电影哦 以为您是有限的 此后 好 我们的伎数